独立音乐是一种状态 是一种保持自己想法的 一个很独特的一种 音乐态度或者是生活态度的 其中一种 独立音乐就是很DIY的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就也为我们喜欢的乐队 我们喜欢音乐做一些事情 比较单纯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独立音乐就是 你自己要去选择 你来自己来决定 你需要怎么去做 我觉得这是独立音乐 最重要的一点 无解音乐周 是第一次看SD 是进行这个三日 连续三日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立体式的 一个音乐成会 无解音乐周是带来了 一些不同地方的独立的声音 又来自武汉又来自美国 又来自北京又来自成都 也都有广州本地的不同的声音 聚焦了起 你计这个时候 大家有一个真正的平台 去等大家交流 我觉得无解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放在广州做 不是放在北京和上海 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活动 在广州 然后对当地的歌迷 或者当地的独立音乐圈里 给人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 特别好的 就是了解的机会 他们可以了解我们 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 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外籍的乐队 和同的同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 可能是无解音乐周 可能是最好的 其实我们想要 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进来 就是去多一点去做音乐 然后或者说 为你喜欢的音乐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觉得他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厂牌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广州这个环境 这个就会慢慢开始有变化吧 最重要的一点是音乐 就是首先你喜欢乐队 然后你为什么要开始做一个厂牌 是因为 其实对所有的厂牌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 核心是音乐 其实平常生活压力蛮大的 乐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抒发的 所以在情绪上的抒发 其实哭这件事情 要不一定是很难过 它也可以是笑着哭 或是感动着哭这样 你很难以为